美国的监管机构周一表示 第一共和银行已经被接管 并同意将该银行出售给摩根大通 后者是美国第三大银行 请看本台记者全身的报道 摩根大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这家银行业巨头将从第一共和银行 获得1730亿美元的贷款 和约300亿美元的证券 其中包括920亿美元的存款 但它不承担银行的公司债务 或优先股 第一共和银行股价在盘前交易中下跌36% 该股票今年已损失其价值的97% 摩根大通股价上涨2.65% 而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持平 知情人士称摩根大通是包括 PNC Financial Service Group和Citizen Financial Group Inc 在内的几家感兴趣的买家之一 后者周日在美国监管机构 正在进行的拍卖中提交了最终出价 加州金融保护与创新部周一早些时候宣布 它已接管第一共和银行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将担任其接管人 FDIC在一份声明中估计 存款保险基金的成本约为130亿美元 最终成本将在FDIC终止接管时确定 在硅谷银行和Signature银行 以美国银行的存款外逃而倒闭后不到两个月 救援就开始了 迫使美联储 采取了紧急措施介入 以稳定市场 这些失败发生在专注于加密货币 Supergate资源清算之后 摩根大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说 我们的政府邀请我们和其他人挺身而出 我们做到了 我们的财务实力能力和商业模式 使我们能够制定出价 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存款保险基金成本的方式执行交易 摩根大通表示 预计交易完成后将实现于26亿美元的一次性税后收益 这并未反映出未来18个月可能发生的 估计20亿美元的税后重组成本 感谢观看